第五集 不須要理來插手 回到家後 賈夢柯直接把小推車放在門口 他一邊幫漫漫脫了一件雨衣 一邊推開屋門 客廳的燈是著著的 護善線正是心急如焚地來回度報 另一個男人就坐在椅子上 愁眉苦面 賈夢柯一眼就認出這個男人 正是護善線的弟弟胡雲凱 聽見屋外的動靜 護善線的視線馬上投了過來 他一眼就看到漫漫 心急如焚地把他抱在懷內 哎呀 真是嚇死我了 萬萬這麼大雨你去哪兒 胡善線的眼裡充斥著淚水 自從犯了錯誤之後 需要賠償 他就再不敢加夜班了 八點鐘就騎著他在電動車回到家 但是入到家就不見漫漫的身影 連假夢柯都見不到 胡善線就亂想了 假夢柯一定是把女兒帶走了 迫不得已 胡善線就只好被自己的弟弟打電話 叫他過來一起想辦法 胡雲凱是一個粗人來的 他哪裏想到什麼主意 除了愚蠢在等 真的想不到其他方法 這一下 見到假夢柯帶著慢慢回來 胡雲凱才叫做鬆了一口氣 放鬆歸放鬆 但是胡雲凱還是很生氣 十一聲站起來 拿起拳頭狠狠向假夢柯的頭打過來 幸好假夢柯避得快 不然他的頭就真是遭殃了 你還敢比? 我弄死你 胡雲凱呢 發生氣 其實胡善線呢 是從來沒有對著胡雲凱 說過家裡的事 但是胡雲凱又不是傻的 這些事明眼人一眼就看得出 好像假夢柯這些 天天在喝酒打牌的廢物 人品可以好得去哪裏呢 就是剛剛他還害到他姐姐哭了大半個小時 他必須就要出一口氣 見到爸爸被人打 慢慢就很急 一下子爭脫了胡善線的懷抱 抓住胡雲凱的三角 拼命拉扯 哭著說 舅父 你不要打我爸爸了 舅父不要打 胡雲凱呢 終歸都是個大人 自然也明白 在小孩子面前做這些事是很不對的 他勉強地擠出一笑容 看著慢慢就說了 好好好 舅父不打他 下一秒 胡雲凱就直接變臉 他瞪著眼 冷冷地說 假夢柯 你就是一個畜生 我姐姐嫁給你 簡直走了八世的壞運 你除了會令他哭 你還會做什麼 我明天就把這件事告訴我媽媽 等你們離婚 我和他重新找一個 假夢柯呢 沒有理他 選擇了沒事 他看著胡善線 跟著就說了 我今天帶了慢慢去有兒院 還沒說完 慢慢就興奮地插嘴了 媽媽是真的 我今天在幼兒院學了英文歌 爸爸還帶我去演唱會唱歌 胡善線呢 眉頭一皺 就冷冷地說 慢慢啊 我不是跟你說過嗎 不要跟這個男人說話 是真的媽媽 爸爸現在有工做了 他可以賺錢的了 慢慢就在這裡解釋了 慢慢的這句話呢 就點燃了胡善線的怒火 他一下跑過去 捉起了慢慢 用巴掌呢 狠狠地打他屁股 哎呀 死女寶 你說謊 你說謊 說謊 又在這裡說謊 我是怎樣教你的 好的東西又不學 壞的東西呢 一學就曉 慢慢呢 被人打得很痛 嘩嘩地大叫 媽媽 我說的是真的 不要打 不要打 這個時候呢 假夢柯就伸出了手 捉住了胡善線的手腕 他沒有說謊 我帶了他去雙羽幼兒園報名 而且一次性交了一年的學費 還未等胡善線說話 胡云海就笑了 哈哈 你連個房都沒有 還是老爸老母留給你的 還一年學費 你吹水都真是不打草稿的 你如果可以給得起三萬多元的學費 那我就真是狗眼看人低了 身上可能連三千元都沒有 居然說三萬一年的學費 嘩 真是會裝傻 我姐姐就應該和你離婚 什麼假夢柯呢 仍然無視他 他看著胡善線 繼續問 今天去上班 廠長找你談了賠償的事嗎 他怎麼說 你可不可以不要出聲 可不可以 胡善線打斷了沈夢柯 其實胡善線的心裡很悶悶 今天他去到廠裡 胡善線就拿著她的揚勇外套 去到廠長的辦公室 他講清楚自己家裡的情況 希望廠長可以寬容他一段時間 怎麼知道這個廠長 非但不靈情 還要將他那件羊毛外套 扔在地上 最過分的就是這個廠長 還要抱抱抱 在他耳邊輕聲細語 並且告訴他 可以用其他的方式來做償還的 胡善線一向都是一個有原則的人 他沒有答應 這個廠長一氣之下 就將需要賠償的費用 用A4紙打印出來 等胡善線他簽名 並且要他三日之內還清 否則就將他告上法庭 賠償金額由5萬變成10萬 理由就是流水線斷裂 影響了生產 胡善線 只有雅巴吃亡年 有苦就自己知道 他只不過是一個普通的女人 什麼時候會遇到這種情況 他真的沒有辦法 什麼 三日賠10萬? 你有錢嗎? 這句話是胡雲海說的 不是5萬嗎? 為什麼現在又變成了10萬? 假夢柯也都很驚訝 哼 你現在之害怕了吧 你真是想得輕鬆 流水線一斷 人家不用賺錢 這一筆錢 憑什麼要廠裏埋單 當然是誰做壞誰賠的 胡雲海沒有什麼文化 日向口快 說完這句話之後 他才意識到好像有點不妥 就好像在怪罪自己的姐姐一樣 剛剛說完 看向胡善線就說了 姐姐 你放心 我的賬號上面有錢 這一筆錢我幫你賠 但是你要答應我 陪完之後 要和這筆錢離婚 你現在還這麼年輕 還可以嫁得出去 如果再過幾年 就真是很難說 聽到離婚 假夢柯就不肯了 老天爺重新給了一次機會 就是想他珍惜自己的親人 在假夢柯的字典裡 從來沒有離婚這個詞 只要嫁給他 他有一輩子都是他的人 天亡老子黎都沒辦法 假夢柯瞄了他一眼 冷冷地說 這些是我的家事 你一個外人插什麼嘴 啊 我是外人 假夢柯 你真是當自己是什麼人物 我今天就廢了你 胡雲海一直在罵 手握拳頭 然後又想衝過來打假夢柯 而假夢柯呢 亦都做好了防禦的架勢 準備反擊 唉 你們吵夠了沒有 等我一個人靜一下吧 好不好 胡善善呢 真是快要崩潰了 他的眼睛呢 就有點紅紅種種 好像隨時都要哭出來 胡雲海呢 還是心痛過家姐的 他面色一變 馬上就變成一個乖乖男 啊 好了好了好了 姐姐 我們不做啦 不做不做 而假夢柯呢 亦都沒有繼續說下去 他推了推慢慢 輕聲說了 叫媽媽帶你進去房間睡覺吧 明天我繼續送你去幼兒院好不好 慢慢呢 重重點點頭 嗲聲嗲氣就說了 嗯 好 那跟著 他跑到胡善善的面前 就乍嬌地說 媽媽 我要去睡覺了 明天爸爸 還會帶我去上學的 胡善善呢 就真的有點反感 但是又不想潑個女兒的冷水 只好把掛在嘴邊的話 勃聲就吞下去 帶著慢慢就進了房間 見到房門一關 假夢柯 才望向胡雲海 開聲就說了 賠償的費用 我一個人給就行了 十萬元而已 不需要你這個扣仔過來插一腳 本集已結束 下集更精彩 請支持我 訂閱加關注 歡迎來到評論區 吹吹水 聊聊天 第六集 第六集 無牌採購經理 胡雲海的面上 寫滿了皮兒 你不吹水 是不是會死的 你如果不相信 你就給我三天時間 看著假夢 這麼認真的樣子 胡雲海都忍不住笑 好不屑地說 哈哈 可以啊 三天就三天 你如果真的拿不出錢 我看看到時候 怎麼弄死你 說完呢 胡雲海 回頭 對著胡善善就說了 姐姐 你聽到的了 這個廢物說給你還錢 客廳裡的吵吵聲 就真是摩音冠耳 胡善善衝到門角 近乎崩潰地叫著 你們不要再吵了 當我求求你們 讓我一個人 安安靜靜靜一陣 行不行啊 胡善善呢 感覺到身體有點發軟 她就好像一坨爛泥 捧著自己的臉 無力地坐在椅子上 水頭喪氣地拉著自己的頭 她的壓力真的很大 她快堅持不下去了 短暫的寧靜 胡善善呢 抹掉了眼角的眼淚 抬起頭 就看向胡雲海 這樣說 時間都不早了 你先回去吧 啊 哦 好啦 胡雲海呢 向來對胡善善都是千衣百順的 她走到胡善善身邊 安慰了幾句 然後就離開了 只是臨走之前 胡雲海狠狠地瞪了一眼 假夢蛤 假夢蛤 繼續選擇無事 胡雲海離開了之後 假夢蛤呢 就走向胡善善 還沒等她說話 胡善善就抬起頭 就向她說 沈夢蛤 我們離婚了 她的表情和語氣 都顯得非常冰冷 好像落定了決心 但是假夢蛤呢 並沒有圍繞這個話題 繼續說下去 而是換了的話題就說了 我是這個家的頂良處 賠償的事就交給我了 胡善善呢 發出了輕別的笑容 哼 你覺得這樣有意思嗎 就是因為雲海說你幾句 你又覺得樂覺得沒面 一日到黑只會吹牛吹水 你吹得這麼大作得這麼大 到時只會令你自己難堪 何必呢 假夢蛤呢 並沒有繼續多說什麼 只是默默地轉身回了房 她就很理解胡善善的心情 對於一個底層的公身家庭來說 十萬元已經是一筆巨款 不過假夢蛤並不是為了錢而擔心 因為在上一世 在這一段記憶的後四十年 她可以說 是在商海裏面掃插風雲的人物 成為了萬眾觸目的商業大鱷 金錢的魅力 就在於你將它當作一回事 它就有價值 如果你並不在乎的話 它就是一堆爛童爛鐵 從拿到本金那一刻開始 假夢蛤就已經有了賺錢的思路 而現在的她 只是想為這個家庭做回事 來彌補之前那個自己所犯下的罪孽 這個晚上 無論對於胡善善 還是假夢蛤來說 注定是一個無眠事 第二天 吃過了早餐 假夢蛤將慢慢送去幼兒院 在胡善善開著她一台小小的電瓶車 去到廠房上北的同時 假夢蛤也步行去機器批發市場 他想採購一批平縫機 這個平縫機 是復式工廠必不可小的機器 根據假夢蛤上一世所知 成藍的黃學皮革廠最近購買了一塊地皮 用來擴大廠房的規模 皮革廠的宋老闆就覺得皮革生意已經到達市場的飽和程度 跟著他想讓新廠房引進一些縫印器械的技術 迎合市場來做復式生意 不過這位宋老闆並不是證明的商人 他沒有做過任何的市場調研 跟著就在復式生意裡面就落重本 半年之後皮革廠就破產倒閉 那塊地後來就被上一世的假夢蛤買了下來 跟著就重建了一個遊樂場 日流水就達到二十幾萬 真是可以說是賺到盆滿撥滿 假夢蛤就沒有耐心再等半年了 他必須在三天之內解決這個價格所有的事情 昨天他那兩千元的本金已經可以說是翻了五倍 而今天假夢蛤就準備用這一萬元賺到十萬 人靠衣裝馬靠金安 在批發市場轉了一個圈 假夢蛤就看中了一間批發平逢機的銷售商 隨後他轉頭就走出了批發市場 跟著一頭就中了一條很旺的商業街 半個小時之後 假夢蛤穿著一套很漂亮的西裝 夾著公文包戴著一副物超 重新回到批發市場 他找到剛剛那個銷售商 好客氣地遞了一支煙過去 老闆來吧 弄一支中華先吧 對了,我們部門想引進一批平逢機的設備 這裏附近這麼多老闆 全部都賣平逢機的 哪一家平逢機最划賣? 喂,你和我透個底好啊 一聽到批發平逢機 這個老闆心裡一起 跟著就說 哈哈,老闆呀 你這樣問對人 這個平逢機 我們家裡的最好 吳殉,你摸摸看看 嘩,這個質量 絕對一流 對了,我們要的就是質量 假夢蛤微微一笑 把八千元拍在老闆手裡 嘩,這些就是訂金 跟著他直接走去別人的倉庫裡 拆開了一個紙箱 拿出裡面的樣板來抽檢 看著假夢蛤全神貫注這麼認真的樣子 這個老闆就呆了站在一邊 半天都沒有說一句話 這一局好像是碰到一個董行 越認真就說明越喜歡 這件生意十有八九都可以談成的 過了一陣,假夢蛤就站在身上 愁眉苦面地搖著頭 唉,你這些好像都是A貨來的 你看,還有些小瑕疵 說完,假夢蛤就拿回老闆手裡的錢 另頭就走 見到一塊食在口裡的肉都走了 老闆的心直接掛到喉嚨叮 他立刻跑了出來 擋在假夢蛤的面前 唉,老闆 老闆,老闆,老闆 家家我們可以商量的 雖然說是A貨 好大都叫品牌東西 質量真是好的 壞了,爆倍 假夢蛤也沒有廢話 伸出一隻手指 一千 嘩,老闆 我們這個是大牌來的 你這樣 老闆就有點糾結了 我要一百台 假夢蛤呢,底氣十足 聽到一百台 老闆咬咬咬咬咬咬 一狠下心就說 好,一百台就一百台 可以留個聯繫方式 如果是路很遠的話 我們還可以送貨 假夢蛤呢,微微一笑 把八千元重新塞到老闆的手裡 跟著又說 送就免了 我們工廠有運輸部 看著手裡的八千元 老闆再次又覺得有問題 通常按行規來說 訂金應該是總價的百分之三十 一百台平逢機 總價就是十萬元 訂金應該就給三萬才對的 老闆,這個訂金是否有點不適合呢 老闆面色很難堪 放心吧 我是黃鶴皮革廠的採購經理 尾款不會少你的 聽到黃鶴皮革廠 老闆緊皺的眉頭 瞬間就輸展開了 他吐出了一口氣 騎騎聲笑著說 哈哈,原來是黃鶴皮革廠 真是多謝老闆 多謝老闆 互相留了電話號碼之後 假夢蛤就離開批發市場 這個時候 黃鶴皮革廠廠長辦公室裡 宋威龍放下手機 點了一支煙 走廊上傳來急速的腳步聲 接著 一個戴著眼鏡的男人 就走進了辦公室 啊,廠長,你叫我 小劉 剛剛馬總給我電話 說那塊空地 用來見新廠房做服飾生意 你去批發市場看一看 先搞幾台平逢機回來試試效果 是的,廠長 這件事就包在我身上 說完 這個叫小劉的男人 全名是劉宇神 他點點頭 轉身就想走出辦公室 但是被宋威龍叫住了 啊,先別急 這集 將三號廠房的護線線 叫來我辦公室 本集已結束 下集更精彩 請支持我 訂閱加關注 歡迎來到評論區 請支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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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